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特別版的漫迷早晨節目 這節主要是交代英女王過身 對於曼聯和英超甚至足球界有什麼影響 以及究竟球賽情況是怎樣的 首先第一件事 球會曼聯出了聲明 英女王對於公共的生活 包括體育和足球在英國 英聯邦 甚至世界的貢獻得以確認 每一個和曼聯有聯繫的人 包括足球的家庭 大家庭 都是對於這件事深感抱歉的 根據足總和歐洲足協的指引 昨晚那場歐霸杯是照原定的計劃進行 比賽之前有一分鐘的默哀 兩隊都帶著黑沙去比賽 這件事都是為了紀念呂王 大家都是很尊重這件事的 這件事也解釋了為何昨晚長波繼續進行 因為根據歐洲足協的看法 就是時間太闖住了 很多觀眾都已經去球場 甚至是去了球場 所以如果臨時取消的話 將會造成很多混亂 然後就是英超賽會 也作出了一個聲明 今天早上英國時間 英超賽會開完會之後 決定要悼念英女王伊莉莎白而世 對於她這麼不平凡的一生 以及對於國家的貢獻 作為尊重 這個週末的英超比賽 全部都會改期 包括星期一的賽事 Richard Masters 這位英超行政總裁 就這樣說 英超和我們的球會 全部都希望可以為英女王作出悼念 為了紀念她一個很長 以及對於整個國家的貢獻 作為一個最長的君主 她是非常之有感染力 以及令到一生都為了公職而奉獻 這是一個非常之悲哀的時間 不只是這個國家 亦都是世界上很多不同的人 對於她都是一個悲哀的事 所以我們就一起悼念她 這個無論是足種 或是EFL 以及英超 都是會做的 這個週末基本上所有賽事都會延期 但是之後 這個比較上叫做悲哀的時刻 的比賽 英超的比賽會怎樣做呢 遲些才會再公佈 即是換句話來說 這個週末不會有任何足球賽事 我看回萬聯的官網說 包括英超賽事 包括U21的賽事都已經取消了 但是U18的賽事都在等指示 不過如無以外都會取消 但是 這個週末之後 即是到星期一或之後的賽事 暫時都未有決定 我相信就要看看英超 或者其他的EFL 在足種那裏再開會 看看如何決定 因為暫時來說 最能夠做到的決定 就是這個週末 因為也是最趕著要做的 但是下個星期 的賽事是怎樣 就未知 因為大家都要記住 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應該是國際賽日 到時候要再做一個決定 即管看看如何 其實除了足球之外 其他很多運動比賽 都有做同樣的情況 所以我想 現在整個英國來說 都是一個不太開心的氣氛 因為始終一個在位這麼久的君主 就離開了他們 所以即管看看 安排會怎樣 今次特別的辦為早晨 也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的收聽收看 拜拜